第三位我们请到是陈锡玉陈副总经理 有猜吗 是陈副总 陈副总是交大的电子物理的学士 同时是陈工大学电机研究所的硕士 他是神通资讯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专场是大型的硬软体的整合 系统整合交通专案 还有轨道交通票证及机电系统的整合 我想也是这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专家 各位先进 各位长官大家好 这个主办单位要求我说不必用PowerPoint 所以我今天就简单讲一下 刚刚张实经长 其实他是我们轨道工程业界的系统工作的先驱 那一直都是我们都是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工作了很久 那党务局长 这边把 那其实把我们业者的一些商机跟我们的痛苦也都讲出来 那所以我就简单来说明一下 神通公司在1990年代就进入这个北捷的这个轨道系统 轨道工程的系统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马特拉公司在木扎县 营运了两个月之后因为合约的问题 就无意紧的就撤离台湾 那正好那时候就又那个行空电脑又当机了 那真的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那还好神通公司四十的用了台湾的ICT的能量 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如果没有台湾ICT的能量 即便我们在合约上妥协了忽然多钱 即便马特拉进来 我想也没有那么快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这个也就是后来有一句名言 马特拉不拉 我们自己拉 就是这样的由来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神通公司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我们是那个发商的一个叫CGA公司 的一个AFC系统的一个下包商 那这个CGA公司后来就被并到这个叫TELUS这个公司 TELUS应该大家比较清楚 那我们当下包 那学习了蛮多的 这个AFC的技术 那有这个技术 我们后面才有这个所谓的悠游卡系统的建制 那悠游卡系统就是我们神通公司当主包 配合TELUS 这样把它建制起来 在当时我们只是比那个香港巴达通稍微慢一点而已 算是还蛮先进的 那一路这样子我们高铁上 我们高铁是我们就自己当主包 当然就是TELUS当我们下包 IBM当我们下包 就是把定位系统 跟受惠系统把它两个结合起来 这个当初也是算是蛮独特的 算是蛮独特的 那2007年上线以后就碰到一个营运上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车站这么偏远 我怎么买票 不能急急忙忙到车站才去买票 这个问题要解决 所以就有网路定位的这个系统就出来 那只有定位 没有拿票 那怎么办 那就后来就有那个超商QR Code指票 就出来了 那透过超商来卖票 这个也不方便 后面就有那个QR Code的T Express 手机的APP就出来了 那这一路的过程 其实就是验证了 就是刚刚各位长官讲的 就是说我们从跟国外合作 然后国产化 然后精进 然后就是可以有很多智慧的应用就会产生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后面的这个所谓多卡通 最近政府在推的多元支付 然后要导入那个Mobility as a Service Math 这个就是这样一路 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 那最近我们在东南亚五个国家 也推我们的那个票务系统 还算蛮成功的 所以这一路走来就是说 这个模式 我们其实在轨道的核心系统上 也是可以来用 但是轨道核心系统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蛮复杂的 技术深度也比较深 然后有一个更特别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FETO的 致命的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实验 所以这边就是让我们有困难 刚刚这个张理事长这边讲的 就是说 怎么我们角度好像有点慢 其实就是因为说 这个是比较是FETO 所以大家的角度 脚步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的建议 就是说在国产化这边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盘点一下 哪一些部分我们是可以国产化 哪一些部分我们其实是不适合的 比如说在捷运的这些 比较FETO的系统 其实已经世界上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了 有很多成熟的系统 我们再进去其实是拿不到好处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 也不应该贸然进去 那倒是我们觉得说 这个轻轨这边 因为轻轨的这些比较核心的系统 它的技术能量比较低 那scale也比较小 那外商其实也 它的积极度也不太够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比较努力 跟外商合作 然后引进他们的技术国产化 然后一路像我们的漂流系统一样 一路这样走到智慧化 然后把它输出到国外去 这个是蛮有机会 第二点就是说 提升产业的参与机会 跟意愿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蛮仰赖政府这边的扶持 因为轨道这个领域 它的投入时间很长 它的资金也必须要比较多 所以一般的小的厂商可能是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是真的有赖说 我们政府单位给他们多多的扶持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比较concent的 就是说人才的问题 那ICT的人才 我看最近政府在鼓励之下 也有很多的培养的计划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觉得有一块 就是研发人才的培养这块是比较有困难 因为各位知道现在ICT的人才 是非常非常的诱因很大 要把它keep下来 这个专注在这边做 一定要有特别的手段 给它特别的回馈 这个可能希望大家能够再想想办法 因为有时候这个核心的东西 没有很比较 人才的投入是会比较辛苦 那另外关于张子医长这边 讲的这个智慧化 这个我们厂商也觉得是 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认为说 我们台湾的ICT的产业 还有产官鞋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的运输业者 能够互相结合 就是IT跟OT一定要紧密结合 那我们在这个智慧轨道这边 一定能走出一片天空 这样谢谢 以上